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的节目 点赞留言打赏 对我们的私房叉老将相继 有兴趣的朋友 少少而为了解一下 进入历史需要补课的环节 令狐冲最近有一个毒死杂技 他说王朝灭亡前有一个加速的时刻 加速时刻有四大的征兆 这四大征兆都齐备 王无日也很快就来了 他说中国历史上 每一个王朝灭亡之前 朝廷基本上要出现出 内外矛盾无力化解 荒寸大乱举止是错 全力赤中心做大 挣扎加速导致老死亡四大征兆 而他认为这个征兆 表明王朝已进入了 加速灭亡的倒计时的时刻 那么第一个征兆是 内外矛盾无力化解 他举了东汉 东汉末年的党故之祸 外戚专权 四家大主子的秉政 宦官集团做大 地方实力的军阀兴起 太平道 宗教势力的蔓延 黄金起义 这些东西呢 折合在内外矛盾 无力化解的末日的征兆 这些错综复杂的政策生态 加速导致了东汉王朝的灭亡 到了中唐至晚唐的 藩政割据 宦官专权 牛里党征 尤其是加上皇朝起义 对社会生态的大规模的破坏 加速了唐王朝的覆灭 宋明清三代的末年 也有类似的表现 北宋到了宋徽宗的时候 其实社会矛盾已经非常的尖锐 王安石的变化 富国墙边的举措 实际上是例行 商鞅的育民武助 所以民间财户是被一步一步的掏空 逐渐集中到了朝廷和各级官员的手里 百姓是生活困苦 皇帝的穷奢吉欲 百官是最深蒙首 不宜一力敲拨小民的一个严重的后果 也是社会矛盾激化 所以宋江发纳的起义 进一步的削弱了朝廷的统治力量 那么在对外关系上 辽西夏对北宋的威胁长期存在 更起辽东的女真也建立了金国 更是夺夺敌人 北宋朝廷面临这些矛盾根本就无力解决 文人气息过重的宋徽中 保读诗书 书画无双绝 对军国大世界束手无策 甚至直接躺平 日日整理呢 纯九美人 最新里蔡经宣传的风亨欲大 不再考虑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甚至连治标的办法都拿不出来 当然如果仅仅是这样 北宋能难可以苟延残传 不至于迅速的灭亡 但是宋徽中 一系列导形历史的重要举措 直接加速了北宋的父王 到了明末的崇祯 也面临着燕焕的势力 党争 年年大旱 流民大争 后金威胁 一系列的麻烦 对于这些严重的矛盾 崇祯不但无力化解 反而打出一系列昏招 直接加速把大明王朝 推向了穷途末日 到了清朝也是这样 更加的不堪 他的父王是从1907年 1908年开始加速 突然加速 为什么 光绪和慈禧 先后去世 权力中书中空 之前的王朝处于一个 封闭的环境里面 没有改型登章的借鉴 参考有效的途径 满清的条件 要比前几朝好很多 美国 英国 日本 德国 都是现成的学习榜样 但很可惜 面对内外的危机 满清的权贵集团 不是从政治制度上开刀 反而搞了一系列的措施去固权 巩固权力 直接把大清 推上了倒计时 这是第一个征兆 第二个征兆呢 方寸大乱 昏招叠出 宋徽宗继位后 重用了菜经铜冠 收罗滑石港 迷恋美设 贪图享受 导致怨声载道 但他除了历代皇帝 普遍具有的毛病 而这个哥们 还有浩大喜功的一面 为了实现 祖宗们都没有实现 收复 幽云十六周的强国梦 为了在列祖列宗面前露一首 轻飘的宋徽宗 放了一个大招 对辽国毁蒙被约 和金国结盟 大家知道 具体内容的 宋金联合进攻辽朝 灭辽之后 宋朝收获燕云十六周 同时给辽国的税币 转正给金朝 这个策略看起来很正确 但实际上是个 加速北宋灭亡的 重大外交事务 当时的情况 金强而宋辽落 辽和宋之间 已经和平百年 面对陌生的势力 宋朝应该和辽联合 对抗金国 对宋来讲 最好的结局 这三方共存 形成战略平衡 如果辽必须在宋的支持下 才能跟金抗衡 那宋就占据了战略的优势 即使想灭辽 也要做辽王之后 和强大的金对峙的战备 但是没有 急功耗力 把自己的诉求 把这底牌一次性 暴露到金国前面 主动拳 就在金国 如果金国跟宋朝翻脸 朝廷根本就没办法应对 果然 金国挥师南下 宋朝的军臣惊慌失措 乱成一团 宋辉中急忙把他的位置 散让给他的太子 自己带着菜油铜冠 猖狂出逃 到了长江边 被迫返回东京后的开封 就被亲中乱进 金军公路的开封 二帝背虎 北顺灭亡 明末 崇祖 也是昏招 跌出 从崇祖元年的财策 异战开始 到崇祖九年十年去 聊想之后 家灯 绞想 念想 走马灯 幻象 临阵 异将 诛杀大城 各种分招 此起彼虎 乘处不穷 就是坏消息太多的 崇祖十七年中 皇帝经常处于心绪 环闷 方寸大乱 长嘴短叹 束手无策 估计已经有了意义症 具体表现在他什么 决策的属意性极大 正出多门 朝令夕改 左右互搏 内耗严重 中书天天吵个不停 下属 无从 无所是从 到李志成 一路北伐 势如破竹 官兵望风而降 兵风直抵京交 这个时候呢 崇祯和大臣们 都还在斗气 要不要迁都 还在推尾 如果那时候 崇祯当机立断 迁都南京 明朝还有大半江山 江南护树之地 财税丰足 至所绰绰有余 也有可能卷土重来 但是 时间就这么浪费过去 各怀鬼胎 大家的不帮他 皇帝老儿 只能一步一步走上 眉山调井而死 满清也是 1907年 推出皇族内阁 08年 慈禧都市的光绪 免去袁世凯 本监各职 开却回几 七一年 铁路受归国有 这几件事 激化了 内外上下左右的矛盾 尤其是保路运动 大规模的民变 加速了 满清政府 进入了 弥留的状态 第三个争奏 权力赤中心的作答 要留一点特点 政府多门 是专制王朝 普遍存在的毛病 顾及 一个王朝的末年 这种一国三宫的内耗 往往使得王朝家宿 走向死亡 北宋末年 宋徽宗善未给宋清宗 自己做太上王 宋徽宗 那么一路呢 在金兵南下 一路逃到了长江边 到了镇江 他的南下的后果 是宋朝就出现了 两个权力中心 没有经过朝廷批准了 擅自前往东南的官员 为数甚多 最出现的去朝廷者 十有三四 班卓托兰 空兰 众目 害事 整个朝廷缺了 没有人上班 相反呢 宋徽宗的行公 江南地区百官云集 通过呢 发运行使 运使之 行公使使 向东南各地 发了很多招书 以刚运离所有的泄纳 截留了南方 供应精师的很多物质 这么做 使得守城惶恐 没有办法适从 皇朝廷不能号令东南 都城又缺兵缺粮 开封的政权 没有办法维持 本来承诺不甘于 正式的太上王 这时候在江南 还是照常 处理正式 任免地方官员 官员现在不知道 哪一个有朝廷 哪一个朝廷 说了算 他还是把自己当 一国之君 江南地方官 把宋徽宗的所作所为 上奏宋卿宗 京城 一片恐慌 对着一个朝廷 出现两个皇帝 下属的官员 在两个阵营中 犹豫不决 东倒西歪 瞻前顾后 无所自从 严重的内耗 加速了北宋的父王 从这末年 影响朝廷决策 导致政令不同的权力 赤忠心 相继出现 原重换知识 带兵的大将 人能自威 拥兵自重 顽扣自肥 成为一种 普遍的现象 朝廷的号令 正不出宫门 坐镇武昌 收百万雄士的左良意 不仅脚 张献忠不利 而坐视 明朝的灭亡 无所作为 又以从真的贪功为过 气量狭小 大臣们担心他甩锅 都不愿意出面 承担责任 明朝的朝廷实际上 因裂变为皇帝大臣武将 三个矛盾重重的政治集团 而伟大不调的内轰 加速了明朝把自己逼向了绝路 一大堆人天天的吵吵闹闹 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坐待国事迷难 政权垮台 满清 在剿灭太平天国 脸军的过程中 以中国藩左中堂 胡林毅 邓仁为核心的乡军 和以李鸿章为核心的怀军 相继崛起 权力次中心也已经出现 戊戏变化时 帝党后五党 激烈的政权 朝廷分为两派 庚子事变中李鸿章 张志栋刘坤一的东南护宝 不奉朝廷的乱招 标志着地方势力的绝起 清政府对此心知肚明 但又束手无策 07年1907年之后 满清政府的统治集团 已经分裂成为皇族军人集团 袁世凯的新军 还有立宪派 地方的官身势力 以及革命党 也就是孙中山 宋教仁 还有黄兴 世大的责任 四种力量决定了 清妙民出了中国政治的方向 08年光虚被都市 慈禧病死 袁世凯避免 朝廷中书巨大的权力真空 这个时候 清朝统治阶级再也推不出一个 具有远见着实 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 各种人才迅速下沉 到远离中书的权力次中心 这些势力爆发出来的离心力量 导致了清朝统治最后的终结 第四点 这征兆 挣扎 加速的脑死亡 那每一个大县里到的王朝 都不可能主动迎接死亡 引进救错 又救路 引进救路 在临死之前 必然的做出拼命的挣扎 可惜 这挣扎没什么用 好像陷入泥牢的困兽 越挣扎 你不挣扎 还能够为人残喘 越挣扎 就会陷入墨顶之灾 这个时候 你不做点什么不可能 但是无论你做什么 怎么做 可能都是错的 战俄和守和逃 选什么都不对 伯阳所说的 王朝的脑死亡 就是植物人的状态 大脑和士肢 已经互不同数 所有的挣扎 不过是一种 本能的求生的欲望 宋徽宗的善位和难逃 实际上是无奈中的挣扎 不是一无所可取 徽宗尽管在政治上的弱智 并非白痴 后来宋高宗的难度中心 走的是同样的路数 隐含的意义什么呢 东京四战之地 义功难守 所以新皇守国 自己退一步 以防不撤 心平装旧酒 三十六计中的礼带淘江 但是自己退而不休 不曾完全交出权力的下场 就是民心大乱 官心大乱 这种巨大的离心力 导致的混乱 招式的北宋灭亡的不可逆 父子争权 徽宗被阮禁 不久被俘 皇朝就陷入了彻底的脑死亡 崇祯也是 崇祯在位十七年六下最起招 不断的做批评和自我批评 在局势大坏的重申十六年 两下最起招 十七年还下最后一次 这是绝望中的哀鸣 也是一种挣扎 尽管是无望的挣扎 但这种挣扎 不仅挽回了事态人心 挽回不了事态人心 把自己的决策失误 无能进退失聚 暴露在所有人面前 因此君臣离心 各级官员心怀鬼胎 明朝当年也就这么快地 进入老死亡阶段 满清末年的皇族内阁 罢免严世凯 当然也是属于最后的挣扎 当权者幻想通过罢免严世凯 收回兵权 但是掌控一支军队 仅仅罢免军事统帅 是远远不够的 统兵大将 高中低级将领 以及一个一个甘愿 流血牺牲的普通士兵 他们是一个整体 如果皇朝导行逆施 必然导致民心浮动 士兵来自于普通老百姓 民心浮动的后果 就是军心动摇 谁还会为你 混不顾身去卖命 为什么打仗 给谁卖命 这个道理 谁都搞不明白 有兵在 就是一句空话 独死关需 那是最后的挣扎 慈禧将死 未必出此下策 这个是令狐冲的说明 身边希望 身边的人希望 光绪先太而死的人太多了 万一光绪重新掌权 这些后党 一个一个都死无葬身之地 所以光绪是糊里糊涂 就这样丢了命 小团伙的利益 凌驾于集体利益 集体利益凌驾于国家民主利益 就是统治集团 进入脑死亡最重要的标志 可以做个假设 如果年轻的光绪能够活下来 他很可惜是活了三十七岁 那也没有绝症 清朝很可能立宪成功 中国很可能走进了 君主立宪制的宪政阶段 但是历史不能够假设 也就是说光绪必须是 清朝一定要亡 第五呢 它来自于结论 四大征兆齐备 亡无日也 加速也可以定夺 有点意思 这个呢 历史不会重乎 也不会简单的重乎 这四大征兆 归纳的还是不错的 老羊可以说 老羊到处说 不错的 要不错的 我不错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